文字幕——YK 曾任沈阳音乐学院艺术学院声乐系副主任 曾于1992年获得由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五届五周杯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赛二等奖 1997年获得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第二届军旅歌曲MTV电视大奖赛专业组同奖 被授予中央电视台特约演员 嗨 大家好 我是声乐老师范俊红 今天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题呢就是 如何能选到适合自己的歌曲 首先我想在这里呢说对于一些正在学习声乐的唱歌的这些学生呢 我的建议呢是不要过早的给自己就定型就我只适合唱抒情歌曲或者我只适合唱摇滚歌曲 如果说过早的定型呢你可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只接触这一类歌曲 那可能你的技术呢就不会太全面 所以正在学习的学生呢我建议大家呢不同风格的歌曲都要接触都要去唱 因为只有这样呢你才会在不同的歌曲当中呢获得不同的技巧 那第二个我要说的呢对于一些没有基础的人 那我怎么去选择适合我自己演唱的歌曲呢 首先大家一定要知道自己的音域 什么是音域呢 就是你的最高音能唱到哪个音 最低音能唱到哪个音 然后呢在你比较舒服的这个音域里去选择比较适合的歌曲 我教过一个学生呢 当时呢我在试他的音域的时候呢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难中音甚至偏低的这样一个音域 他发的那个中低声区那个声音 其实我们很多正常人唱的时候呢 是很难就是发的那么好 甚至都发不出来那个声音 可是他唱到那个那么低的音 他会很舒服一点没有压迫的感觉 所以当时我建议他 我说让他去唱一些难中音甚至难低音的歌曲 但是因为他自己不喜欢 他非喜欢那个像薛之谦啦 周杰伦啦这样的歌曲 但是他又力不从心没办法演唱 所以这就是个矛盾 你的音域呢是这样的音域 但是你又不喜欢这个音域的歌曲 你非喜欢不适合你这个音域的歌曲 这个就容易发生矛盾 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音域去选择适合你自己的歌曲 还有一个根据自己的音色 音色呢就是有些人他的声音呢比较偏薄 很轻 这样的人呢就去选择一些比较抒情的呀 气息比较平稳的人呢就可以多选择一些慢歌呀 然后去比方选择像邓丽君的歌啦 杨玉盈的啦 都属于这种比较轻比较薄的 像周华健啦薛之谦啦都属于这一类的 还有些人呢他的音色比较厚比较重 这样的人呢就是适合去唱一些比较中音的这样的歌曲 什么林有佳啦还有江阳卓玛啦德德玛啦 还有什么徐晓凤啊这些歌曲比较适合他们 还有一些人呢他的声音就比较粗犷很有力量 这样的人呢就比较适合唱一些节奏感鲜明的 摇滚音乐啦什么这样的 还有一些人呢他天生呢就是他的这个音色哈就非常的明亮 声音很集中位置很高 这样的学生呢就是适合去选择一些唱一些民族类的歌曲啦 美声的啦啊啊他的因为你的假声的状态非常好 就适合唱这一类的歌曲 如果说你的凶声状态非常好的话 你就可以去多去选择一些流行歌曲去演唱 其实我在接触很多学生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发现 其实很多学生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音色 我到底适合唱什么样的作品啊 这个真的其实是需要有一些专业的老师啊 去帮你去分析帮你去规划 就像我前面讲的那个男低音的那个学生那个例子啊 我还遇到一个学生其实那个女孩子呢 她本身自身的声音条件啊 假声的状态非常好 但是她非常喜欢摇滚歌曲 所以这又一个矛盾啊 其实我给她的建议我是让她先去 从她的假声训练开始 先去唱一些高音的作品 但是她自己不喜欢 她想唱摇滚 但是她又不是这样的结实的音色 所以出现这样的这个矛盾呢 是我在教育当中经常遇到的哈 那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我觉得首先 大家一定要正视你自己的这个声音条件啊 然后呢你如果说你适合唱这个高声区的歌曲 但是你自己呢并不喜欢这类歌曲 但是你也要从这个音域开始训练啊 当你把这个音域的这个声音状态建立的非常平稳啊 扎实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去拓展 再去开发你接下来的比方中声区的音域啊 这样呢你就可以有机会去唱到你自己喜欢的作品 感谢观看